上一场比赛能够看到 这个西班牙老帅经验很丰富 对于球队呢 有很多自己调教的理念 但是他需要一些时间 来慢慢地输出 蓝带里 其实吉林那边 我觉得吉林这个赛季呢 还是对比赛呢 有很多期待 你包括他找了两万元 这几个赛季 对这个崔敬明这个点子培养 高志炎 主防 蓝帅又空了 好球 李小旭啊 站在腰位 突然间的向下一拧 李小旭每场这个 这个哈森啊 场均允许他就9到10次 差不多三分六出锁 这个赛已经都已经超过10次 场均已经到11次多 是 打点尖管不怪 这时候他打球呢 后面还有一个人后面一击 嗯 判断就失误了 要掩护再分 看李小旭的半截 没进 把他们自己进攻 或者选择三球 好球 是蔡龙和联明的一个关门 没关注 漂亮 胸中击西 以为是要传给夏孙巴斯 但这边哈德森 直接插了篮下 好球 真高啊巴斯 起来了一下 看这边的13号 乖伦 这个球吹了尾伏的犯规了 碰见这种的 太空行李间的 一对一的 这种机会 他是不会放过 今天怪罗 眼华全中11分的分差 今天那段还是交球 你这边 这更随意了 是 巴斯 后面偷一个 真机灵 给张彪 张彪不好攻 被巴斯直接把球抢断走 乖伦真快 没有任何的止血 颜色拖 对方能力上 跟乖伦 还是差一点 好球 给的纵身性很好 乖伦 原地起坐 抛进 很简单 防守的找人有问题 这水平很高的 他防守的脚下移动 是没问题的 对 但北伯这一跳起来 比较高 他只是防底下 上面退是够不着 好球 李小旭的三分 李小旭的三分 再传反跑 哈德森 空龙对抗 上进啊 比赛就不打了 116比108 最终呢 梁林队在主场 赢了吉林队8分 这个比赛呢 整个的起步 还是挺大的 明镜与点点栏目